也是一个纸板运动员 之前一直是在这个王浩指导的这个组里面 哇 这是这样的比赛 那前面的王浩都无奈抗笑了 自拍这帮人挑战防守天才能否成功 哇 林诗栋来到了医院 还有这个是 中选手薛飞来对军中选手林诗栋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 也是非常的神勇 自拍取手师的学生 跟着中国战胜了战本之和 也是后来战胜了林云如王楚清 刚出道的时候是头冲了 在这位是自拍的结盘者 在一个大的周期之后马上冒头出来 真快啊 两个人 尔横版的林诗栋出生在05年 近期的势头非常迅猛 也是一个纸板运动员 之前一直是在这个 王浩指导的这个组里面 哇 哇 接连战胜过 这位很主情成功多广 太长球了直接 高了 学生剑法球帽高 分线度分得很准 这样的防守起板没什么威胁 一直在下压 强硕的偷袭 擦了一个死网的幸运球 一个幸运的挂网 学飞很快啊 劈抢到中间后 两边的快速衔接 打出了自拍轻快的特点 超高的打网质量 减飞的加发球爆领 这也是他的一个拿手技术 现在的临时洞 注意力很集中 像这样的投场 得步尝试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拧了一个弱点 喜欢点住了追身 让临时洞反应很快 下转出的起板 质量很高 和四组来临时洞的中间底线 好球 最后一支派的学飞 反而有些被控住了 拧了一把追身 不限很顶 今天学飞有些控不住 临时动的第一把上手 直接打穿 最后学飞的最后一把 抢第一把的上手 确实是比较 前景的薛飞 光主行并驾齐驱 都是重点培养对象 凌时洞来到了远台 哎呦 这个是薛飞的 就能够反攻 薛飞就真的不好打了 正手的皮拉 角度很大 顶着对方的张威 用另一把发手的底线 顶着对方的张威 顶着对方的张威 用另一把发手的底线 直接被顶住了 抢上的薛飞 而是无言食物过多 流血的要斗短后 流血动的测成片 下发手 拧开角度 再压回防守 线路非常清晰 投了一个长球 接触上的变化 关于对方的反攻 打得那么顺 连强到测身 没有合上力 被对方压力把控档 轻推了一把 你使动这个球非常的聪明 你使动的节奏变化 把速度放慢 轻推了一把 又是一个这样的 往过去撇力 就手撇了一把直线 现在上的薛飞 办法并不多 在切三把还有三车阶段 都没什么优势 这个球给的位置 并不着急发力 卸力抖了一把 给到了林世东正手的 现在排名最高的直排选手 是法国的菲利伊克什 而薛飞这边 是总共队的 现役第一直排 好球 你薛飞的程式发动 那种不给你玩 别的了 今天就是想要快速解决 独奈看下午 搬出台球 盯得很紧 这边也是准备到了 最后是林世东3比0 很晓得了 林世东很聪明 搬出台球 最后是